南大館文化局每年都主辦到極三文學長以及極三美術長 今天就在文化局演藝廳兩項內典開 主辦人有幾歲 這齣全台高地參加文學長的181項 美術創作部份有153項 這些項目會分作不一樣的類型 當時文學長平身代表李徽興表示 文學長的創作是要付出進大的心會 參賽者的實力都是相當好 另外當時美術長的平身你又沒話說 是文學長的勞動者已經將美術創作 行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次的投降對他們來講 只是一個崭新的開始 希望未來能夠在寫作的原地上 繼續向前來求進步 都是很公平公正 而且很公開的評審 所以今天得獎的我覺得他們的榮譽感是絕對是保證的 哦 台理館長當季千亿 繁華後得獎的作者 每個作者對這次的作者都感到最多的高興 大家提起的是 經過美術平身團的評算 今年美術說的現場 繁華後登記以來不停創作的柯耀東老師 俗話家寧可知出 柯耀東除了對少年就開始創作意外 他出來的第一人也都投入結束創作 美術說很重 他提到最多的理所動人 將自己的藝術 將自己的醫生的這個智慧 為地方奉獻 為藝術奉獻 永遠創作不屑 他把創作當作上班 早就醒來運動吃不早點 兩夫妻就開始在畫室創作了 為頭一定就是我的生活 為頭也是我的生命 我一直很愛人的養肚 所以我一直用我的圍筆 為我們的故鄉 為我們的殘忍 所以我會一直認真過去 希望對我們鐵性 我們南大圍的這個 藝術的風氣也好 追蹤也好 可以有一個稍稍的公平 蝦耀東今年已經八十歲 但是對美術的一生 一點都不減少 以完保持每天創作的模型 這款的真心是相對的貨貴 文化教授辦理的 教材文學中 以及教材美術中 除了一連傳的伴供電列以外 出版人員還報到 中間作品的電欄 有現出的品種 都能夠全王來觀賞 記者點聽 彩虹報道